照康批陳建仁說 聖騎士不應該變成聖下騎士 因為陳建仁這番話 都讓網民炸鍋 引起了人民反感 也就是說你救災芬蘭律 你救災還要搞政治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許淑華縣長 他說他請院長 希望能夠親自來一趟 仁愛鄉來看看 其實我覺得他的態度 還滿卑微的耶 他還是只能向中央請求要資源 因為沒辦法 資源還是在中央啊 那其實我就會覺得說 這種藍營的地方父母官 跟綠營差別很大 因為想到綠營的地方父母官 最經典 最有名的 當然就是前高雄市長陳菊 他的一句 責任中央佔八成 這個厲害 可是還有人買單 什麼是推給中央 那因為當時的中央 不是民進黨 如果是民進黨的中央 陳菊會推給他嗎 不會 這個就是一種話術 而且高雄市很多人就會買單 今天陳建林會講說 南投不如高雄 他總不講說 這個高雄的雨量不如南投的雨量 所以這種狀況實在很離譜 再來說 貪災在那邊聽簡報是什麼意思 表示事前他根本沒有進入狀況 正常的做法 那個 好吧 我們就不以人廢言 李登輝在921 921 那個看災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事前只要做到手上 不去問他們兩個 他們當時都有看過這個情形 他有到現場去 他現場去馬上問這個 當時的指揮官 哪邊的狀況怎麼樣 哪邊的狀況 就能夠溝通交流了 還要跟你們報告嗎 那個報告就揍秀 你好像看一個什麼 新建工程的工地 我跑到那邊 你告訴我這個工地的進展 因為新建工程工地 對一個總統或行政院長 不需要事先知道 比如大巨蛋的進度 來了就看看 這可以 現在是災難 災難你一定要在第一時間 掌握所有狀況 你才能救災 那你要掌握狀況 是不是你在出發之前 就要拿到所有的簡報資料 你要好好的閱讀 還有需要到現場 畫一張很漂亮的圖 圖上畫著哪一個鄉鎮 哪一個區 有需要去廢這個工夫做這個嗎 那個圖是要幹什麼用 不就是展示給媒體看的嗎 這太假了吧 我只能貪一口氣 這兩個貴族在治理 台灣的這些災難的狀況 實在真的都是狀況外 你要怎麼苛求他 也很難 那你覺得人民會放過嗎 還是會反映在 接下來的投票上 當然有部分會反映在投票上面 比如說他剛才 鄭亮兄特別提到 他到那邊還在 吹捧民進黨籍的 不分區立委 還在打壓國民黨籍的縣長 這人家當然聽了會覺得說 你自己來送什麼 你是在浮選的嗎 還是來救災 那你是來碰碰你自己民進黨的 幫民進黨推銷還是怎麼樣 而且講話根本 根本都不到那個災難 救災的那個內容跟狀況 顯示他出發之前根本沒有做準備嘛 那你沒有做準備 你來幹什麼 你是路過的嗎 路過的 唉唷 我不曉得這個風景區 哪一道橋是要先看 哪一個路要先走 是這樣子的嗎 不是嘛 對不對 你倒想要 我就直接了當說問說 我們現在救災已經有 面對幾個困難 那你這邊準備的狀況怎麼樣 那我叫其他單位 配合的狀況怎麼樣 馬上是要來盯結果的 不是要來聽 告訴你我們現在哪邊坍塌 哪邊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的 還來拿高雄跟藍頭這個比較 你不是在傷口上撒爺嗎 對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行政首長 所能夠演出來的一個戲碼 那蔡英文當然更糟糕了 一副那種很開心的樣子 當然鼓勵這些人辛苦 那也不需要那種 很樂觀向上的樣子 因為很多的災民 還在處在很辛苦的 那要不要去看看災民 也是用這種表情 那不更難堪 不好 真的非常不好 因為這個陳建仁 因為蔡英文去現場 從頭到尾都在笑 真的是 而且還說報告很精彩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進入這個狀態 這個拜登死了一隻狗 他都心情慾患了一整天 哀悼啊 去哀悼他 很奇怪 不是拜登心情慾患 蔡英文心情慾患 我說拜登死了一隻狗頭 還可以鬱悶一整天 那你去這個現場 你怎麼在笑 對啊 笑容滿臉 而且還說報告真精彩 真的很奇怪 所以他跟民眾 是嚴重脫節了是不是 所以他並沒有帶東西去 事實上你的權力越大 你就要帶東西去 真的是這樣 我以前當個小立委 有時候某個理由水災 我們去也要帶東西去 對 沒錯 你要帶幾張泡麵去等等 你要帶東西去 就是這樣 不然你訓練幹什麼 對 對不對 我說厲害的就帶抽水機去 不行就帶點食物去 之類的 對 就是這樣 不但東西來 然後還說風涼話或是作秀 陳建仁的這一番酸難頭的話 之所以引起輿論炸鍋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拜託現在不管怎麼講 救災第一好不好 那尤其我們看到這個 國民黨的台中立委參選人林嘉欣 他說過去上任時宣稱 自己是溫暖堅韌的內閣 對 我都差點忘記了 他溫暖堅韌 不是他自己強調陳內閣 是溫暖內閣嗎 沒有想到說出來的話 如此冷血 他上任至今也不過才半年而已 半年就狐狸尾巴露出來 原型毕露了嗎 好 首先徐曉昕在節目上 他基本上講到這一段 他非常生氣 他是狂罵 狂罵好不好 他說南投降雨量高雄好幾倍 陳建仁不應該捧高踩低 不能因為想要去捧陳其邁 就拿別人的血去暖自己的手 陳輝文直接罵 怎麼連救災也分藍綠 韓國瑜講得不夠透徹 不是只有新潮流 是整個民進黨都很下流 好 可是這番話 行政院發言人也出來解釋 他說這段話 部分媒體和社會人士 刻意扭曲陳院長的發言 發言全屬不實 令人遺憾 好 我們就來細看 事實上陳建仁 關於南投這番話 他講了三次 第一次的時候 確實沒有講 他只是說有一些線 就不是這樣 沒有辦法超前不屬 但第二次的時候 他有直接點南投了 不像是在南投 看到這個後來 還有八位糖藥避患 需要後送 那時就有點困難 第三次再點南投 南投仁愛鄉 也受到很大影響 但防災SOP執行不夠完整 桃園區需洗腎的病人 都已經安置好 路斷了才知道 還有洗腎病患受困 但仁愛鄉討論的時候 接到有八位洗腎患者 讓我們很緊張 所以我要請教亮哥 發言人要不要自己看一看 我不懂到底是哪裡扭曲了 陳建仁真的這樣說 現在民進黨各單位 只要碰到自己回答不來的問題 他就說是媒體扭曲了 認知作戰 這一招 逐字稿都出來了 我跟你講這一招 吳釗蟹也用過 陳吉仲也用過 所以這個已經是 民進黨政府的執政 已經成為傳統了 所以陳建仁人人家過於院長 說你是認知作戰有什麼 你會感到意外嗎 這個就是大家就來公佈 那看誰才是在說謊 像你這樣就是公佈 證明他說謊 他就是講錯話還不認錯 這才可怕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迅速逮捕到蘇貞昌2.0的位置 因為蘇貞昌就是這樣 他那個當期的院長 到了後期都是這樣 所以越看越火大 所以陳建仁恭喜逮捕了真快 迅速學到了蘇貞昌的火猴 那你這樣就變成賴清德最大的豬隊友 對 所以會傷到賴清德選情嗎 當然會 你是院長 拜託 那以後就多幾次發言吧 就這樣 會幫他敗票 當然是 因為你位高權重對不對 所以我們史老師天主教徒 就像個屠煞一樣對不對 那你就去對比他嘛 你還天主教 天使 你還天主教的聖騎士 怎麼會用這種角度在看 人間的苦痛對不對 難以理解 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辜麗 奶 握 放 著 讓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